为什么会觉得是大陆的海上会好一点 台湾的人比较 怎么说呢 像是那种坐井观天 比较木管短浅 看一些新闻就看得出来了 说台湾省经济落后于广东省30年 你觉得夸张吗 这个不夸张 夸张 不夸张 为什么不夸张呢 嗯 为什么有点收出来 对不知道怎么说 因为我们大陆这边的话 经济就是要刚刚我们党的主流 都是想发展的嘛 以后的话对外发展的话就很好了 然后包括科技那些创新方面都很给力的嘛 然后台湾那边的话基本上就没有这些能力嘛 因为他们那个也没有我们大陆的这么好嘛 所以苹果杀机这么大是有可能的 苹果杀机这么大是有可能的 为什么会觉得夸张呢 因为没有30年这么夸张 为什么不夸张呢 为什么 这个是我个人的想法吧 为什么夸张呢 因为在改革开放之前 或者改革开放之后不久 我觉得台湾省都是比我们中国大陆发达的 我觉得不夸张 我觉得并不夸张 台湾现在说白了 对于面对于中国大陆 我觉得它就是个石器时代 对于中国大陆 我觉得它就是个石器时代 石器时代 不光是他们的民众 或者是他们的 他们社会上的一些 我觉得都挺落后于我们大陆的 我觉得都挺落后于我们大陆的 他们生活水平应该是四千至五千 为什么是预估这个水平 因为感觉台湾和我们藏江这边差不多的生活水平 你认为台湾普通人的平均月收入大概有多少钱 台湾普通人可能是人民币吗 可能是四五千的样子吧 为什么是预估这个水平 因为我觉得台湾应该是没有大陆发展的好 然后他们那边可能物价也不是很高吧 所以应该那个数字大部分人都是可以接受的 台湾与大陆普通人谁的收入高呢 我觉得大陆吧 因为大陆人聪明 平均的话可能我们大陆人比较高吧 大陆的吧 这是我个人看法 肯定是大陆的生活这样高啊 因为大陆现在生活都变好了啦 说台湾经济落后于广东省二十年 你觉得夸张吗 夸张吧 不夸张 为什么不夸张 这个我不知道 我有什么印象比较深刻的地方吗 就是台 台湾人月收入你觉得大概整合多少 我觉得应该是一千五到两千五左右 一千五到两千五左右 因为我觉得台湾的话除了一些比较重要的台北市啊 或者其他城市的话都我觉得都比较贫困嘛 比较贫困嘛 如果说台湾的防卫工人越入过万你觉得夸张吗 有点夸张 有点夸张 如果说台湾的防卫工人越入过万你觉得夸张吗 有点夸张 为什么是有点夸张 因为我觉得大陆的天结构也没有越入过万 因为大陆的天结构也没有越入过万 因为大陆的天结构也没有人打到越入过万 因为台湾的越入过万你觉得不夸张吗 大家朝你来说应该是不合理的 台湾和大陆相比你觉得谁的工资普遍更高呢 台湾吧 我觉得应该是大陆吧 呃我没怎么去过台湾不是很理解 我觉得应该是大陆吧 大陆 呃大陆吧 为什么会觉得是大陆呢 趁蝇烧 因为人民币汇率更高 因为人民币汇率更高 是不是台湾 林海呀商业东西 就比较 我觉得看地区吧 看地区 看地区 对 因为我们发展没有那么平衡 可能有些地方肯定会比台湾高 你去大陆 我也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 为什么去大陆呢 我感觉大陆之前的发展也很棒 大陆 因为我生活在大陆 所以我会觉得大陆发展好一点 因为我也看过台湾省 他们那边的一些相关资料 我觉得我们大陆的人的幸福感 还有那些发达的程度 会比他们要高很多 可是台湾省有部分人都觉得 他们的发展不大陆还要好 怎么说呢 就是每个人相处的环境都不同 他们只是坐井观天 大陆吧 大陆吧 为什么会觉得大陆的发展会好一点 改变那边挺好玩的 大陆发展好 肯定是大陆 为什么会觉得大陆的发展会好一点 台湾的人比较 怎么说呢 像是那种坐井观天 比较目光短浅 看一些新闻就看得出来了 不是有些台湾人认为 他们的发展比你的大陆还要好 很正常 他们能看到的东西就那么一点点 所以很正常 他们是会这样觉得 假如2035年可以坐高铁去台湾 你希望票价是多少钱呢 我希望是两块钱吧 我希望是两块钱吧 越便宜越好吧 我希望票价大概是在 如果是从我们这边过去的话 希望票价是大概在350左右吧 那去到台湾的话 想去哪个城市或者景点吗 我暂时还不太了解台湾 那你想去台湾的哪个景点呢 可能当时已经台湾已经收复了 但是我不是特别想去台湾 我更想去北方一点 那你去到台湾 你最想去台湾选的哪个景点呢 台湾 奶茶店吧 奶茶店吧 有生之年 你希望看到台湾回归吗 肯定希望 那你希望是什么时候呢 越快越好 越快越好 台湾人越收入 你觉得普遍选合多少人 领利的收入 我认为的话 应该是4000到6000吧 4000到7000 按照平静水平感觉的 不太了解 这个不太了解 那假如说台湾的 华为工人越入过万 你觉得发展吗 发展 发展 哈哈哈哈 那当然发展啊 华为工人越入过万 那为什么发展 是觉得华为工人就 那当然不可能 就台湾华为工人当然不可能 是吗 就我们大陆这边都没有 到越入过万 那说台湾的华为工人 能越入过万 有点夸张 那为什么是有点夸张 因为 嗯 你觉得大陆的华为工人 都没有到越入过万 对 怎么说呢 因为 大陆的都没有越入过万 而台湾的华为工人 觉得很夸张是吗 对 那如果说台湾的 对 越入过万 觉得很夸张吗 嗯 有一点夸张 嗯 越入过万的话 毕竟在华为工人 还是有一点点困难 我觉得这个要看社会的阶级层次 因为毕竟不是说所有的职业 它是一定高的 大陆它毕竟也存在贫富差距嘛 只能说不能用一个整体的现况 去改去概括部分的地方 不夸张吧 发展得很很快啊 那台湾的发展就跟不上了吗 对啊 因为我不去台湾 我不知道 不夸张 为什么呢 因为越入过夜 我都觉得不夸张 就好像津巴不违毕 一个夜都顶过我们 冥币 嗯 如果你也想成为下一位爆红创作者 请打开下方资讯栏连结 一起来投稿吧 我们下方资讯栏连结 我们下方资讯栏连结 我们下方资讯栏连结